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咱们多看了很多来次的比赛也会对他这个打法有一定的好球 好球 这是于德豪 于德豪进行三分 跳球 比赛开始 成了 可惜了三分没头进啊 于德豪 就这一下 虽然隔着面具肯定也能震到 于德豪再来一个三分 再次命中 好球 于德豪 就碰到了不遗余力去拼防守的胡金秋 他领的不错 于德豪 再盖一个 这也行 还盖 往上捅 这动作不好 确实是倒地之后 是 这动作裁判没看着给漏过去了 这真的不好 是 很容易造成队员的受伤 对 我们看看 广沙队也是恭喜广沙队呢 七年以后呢 再重新来到了半决赛 嗯 第一次半决赛之旅 等待他们的是他们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 山东队 本赛季的较量当中呢 广沙与山东是各取一胜 广沙队史上仅有一次是杀进到半决赛 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到的 在这七年之前的那一次09到 赛才能进入到前八的比赛当中 台队也是一定时间段内呢 受到外援的一个影响 很长时间段是单外援作战 对 小外援的一支呢 其实这个的更换 球队相对来说处理的还是慢了一些 而且呢 比赛也需要他们这两个外援啊 更多的去适应 在这一轮系列赛里面 深圳这个表现已经不够值得人尊重 对 现在这么一个残任三名外相